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520 愛你愛你我愛你 這個特殊的日子 然後今天有很多對新人都去那個護政事務所登記結婚 OK好 那這個在先鋒服啊有推出這個1.39版的那個那個更新資訊 我們先來看這個爆料 這個爆料就是一個 感覺上是沒有爆到什麼東西的料 但是基本上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小東西 1.39版啟成勇者們的遠征 勇者們的遠征 跟遠征也是有關係嘛 然後擴張領土 所以不知道說這個跟公會有沒有關係喔 越好越強的公會不知道是不是越有利喔 然後冒險者們 於前所未有的這個超大地圖上集結開啟團隊遠征 團隊喔 所以說團隊應該是指公會吧 然後又來了資源 所以說可能是要搶 搶這個地圖資源嗎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是豐厚的獎勵跟世界排行 那有看到大家在討論會不會說什麼 這個都是老手才能賺到啊 然後新手就賺不到 應該是不至於啦 因為那個有看到說那個 那個官方有回應說 就是有考慮到這個新手玩家的一些公平性的這個機制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是不是很擔心了 那總之就是 就期待吧 他好像是5月26號才會開啟 好那我現在這個畫面是微信的畫面喔 然後來看喔這是 最近那個到了那邊討論的很熱烈 說這好像送的不錯 肯德基這個劍與遠征跟肯德基的聯名 然後連那個 酒館的那個酒館糧 我們來看 酒館糧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不是這占星的這一個 這個是他是那個李格比的女兒 李格比的女兒 然後連他都變成肯德基也有 好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正式服沒有後台灣也沒有OK那希望以後台灣也會有 好那我們就來直接看一下這個1.39版的這個公告 那這公告其實在先鋒服的信件也有那但是我只是我只是想說用這個微 微信的這個介面來看可能會清楚一些 好那更新維護時間是一樣喔 5月21號就是明天下午3點到5點 那現在停服的維護補償 都有原本的600賺變成1200賺 那當然是希望他能夠停越久越好 那這樣鑽石就會補得越多 好 然後 一開始就來一個重胖消息喔 就是那個新增亡靈軍團英雄 尖孝之海 這名字有點長喔 霍里奇 And 托爾 And 波爾 那這是三位一體喔 所以他並不是三個英雄 然後有看到他的造型 就是 好像一個人有三個頭 當然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一開始想到 說會不會是像那個什麼 小冰冰傳奇的藍胖 那藍胖是兩個頭 他這個是有三個頭的樣子 好 那明天就可以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猜猜看他是什麼職業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目前圖書館 生命之術 我們來看一下喔 遊俠 王連的遊俠有誰呢 古弓 這個非常萬用的古弓 跟那個我後來越用越順手的這個干涉 跟古王反傷很好搭配 兩隻 那坦克的話 也是兩隻 古王反傷 那個古王突然 然後末日 那戰士呢 戰士有三隻喔 第一個 奈拉 奈拉 然後呢 這個巴登跟伊索爾德 那法師呢 法師有三隻喔 新手 女妖之遠征 雪米拉 然後伊莎貝拉 然後是最近更新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奧登 好那輔助呢 輔助就 沒有啦 所以說那個亡靈並沒有一隻輔助 所以就是猜測 亡靈的這隻角色應該會是 應該會是輔助型的角色 所以說他應該是要放在這個地方才對 因為 目前輔助 阿亞的悲憫這一個 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任何的一隻 任何一隻那個輔助的角色 那如果說是以那個力量敏捷自力來猜的話 古王 古王然後末日跟那個奈拉三個是力量型 然後那個骨公 甘涉 跟巴登 是敏捷 抱歉 伊索爾德也是力量 所以有四個力量三個敏捷了 然後 雪米拉 跟伊莎貝拉是 是自力型的角色 還有欠誰呢 我們直接看圖鑑好了 已經有四個力量 然後三個自力 四個力量兩個自力然後三個敏捷嗎 所以這樣子 目前王力的角色目前看起來是最少的 因為10個角色嘛 然後那個索羅斯 索羅斯最近加入那個綠玉的角色 所以說綠玉有11個 那亡靈只有10個 所以說現在推出亡靈的角色也是非常合情合理 那如果說是以這個裝備來看的話 自力的話 力量型角色的話那個亡靈算是多的 因為末日古王那個 奈拉跟一索德是14個自力 然後三個敏捷 古弓 然後巴登跟甘涉 那4加3 然後自力也是三個 欸抱歉 自力也是三個 雪米拉跟那個伊莎貝拉跟奧登 所以下一隻角色我覺得是敏捷或是自力的機會比較高了 這樣子比較平衡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喔 所以猜測他應該是輔助型的角色 那再來看到第一個 團隊遠征 玩家通關15之事實可以報名參加活動 於5月25 22號 我剛說錯了 是5月22號開啟 也就是說 明天更新完之後 後天的早上8點就會開啟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可以 趕快錄製影片來說明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活動 那看一下 他是報名活動 所以不確定是說 5月22號只是開啟報名活動 還是就可以開打 5月26號這個奇境探險 這是應該是在 下個禮拜就可以開啟 木矮之聲 那奇境探險看來目前都會固定的開啟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 每一次都一樣 那只是大家期待說會送什麼 那這一次的這個奇境探險送的不錯 有10個占星抽 然後又有 又有好像種族抽的樣子吧 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的奇境探險是 這個雙襲冰原 雙襲冰原 雙襲冰原 領完了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是10個占星抽 跟10個普通抽吧 好 然後第四個 新增部分成就跟貼紙跟細物 所以說就是如果你是主號的話 你上線應該可以領一些鑽石 然後又可以獲得一些新的貼紙 這些東西 我比較沒有在做這個啦 就是頂多就是 拿拿鑽石就好 鑽石就是這個東西 他那個會有那個成就點數 所以說不確定他新增什麼 新增什麼樣的成就 但是 你如果說是玩一陣子的話 你上來應該就是 就是不斷的去領 然後會領到一些成就點數 那這個點數到達這個一定的積分 他就會回饋你一些鑽石 像我下一階就可以獲得2000個鑽石 其實也是蠻補的 那如果說是貼紙的話 就是在這個信息這個地方編輯 那他就會有些新的貼紙 可以讓你把你的那個 這個信息欄就是裝飾的美美的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降低主線關卡 王座之塔部分關卡難度 那部分關卡到底是什麼樣 因為其實主線 主線跟王座之塔加起來也是好幾百關 甚至上千關 那他下面有寫 主要為敵方陣容有包含 萊卡跟艾斯特瑞達 就是女騎士的關卡 所以看來這幾次的改版對這兩隻動得比較多 尤其是女騎士 還有一些爭議性這樣子 好 那萊卡跟艾斯特瑞達的關卡 這樣降低不知道會降低多少 因為我現在正好 主號啊 32-28 在32-28-3 也有一隻女騎士 那32-32也有女騎士 然後32-36也有萊卡 那需要等到那個更新之後再推嗎 其實應該是也不大需要 因為就算只有一隻角色 改落大概也是不好推 伺服器選擇介面新增玩家的 暱稱信息伺服器選擇介面 目前的伺服器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樣子 選擇伺服器 這個地方沒有玩家的名稱 只有一個頭像 確實啊 這樣子確實會有些不是很確定說這是什麼角色 所以應該是現在這個選擇伺服器這邊就會跑出這個名稱來了 就是你在那個伺服器的那個角色名稱 修復郵件中一次領取超過上限道具無法領取的問題 這是BUG 所以應該沒有影響 這個英雄平革性調整 第一個應該是BUG修復 然後這個應該是不會影響到現在的那個光弓的那個打法 因為他這個只是一個純粹的BUG 新手可能有用啦 因為你在第二集 他是說第二集就可以 就是說還沒有到第二集就可以 應該說 第二集就可以暈眩敵人的問題 也就是說本來第二集是不能暈眩敵人嘛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角色的說明 好 要幫帝國 光弓 雷霆之死 他是說雷霆之死嗎 在二集時就可以暈眩敵人的問題 可以吧 抱歉抱歉抱歉 這個第二集是附加屬性雷屬性提升到70% 要到LV3 才會觸發暈眩敵人 所以說 那個你要使用光弓的話 你至少要到這個雷霆之死 要到LV3的這個等級 我們來看一下小號 小號的話 他是在什麼等級 所以也就是說光弓至少要 要開啟到那個LV3才算是完成喔 哇要到201級 我的小號目前 200級還沒有觸發這個LV3 但是我現在用這個光弓就可以暈人了 應該應該是這個意思喔 好這個這個這個大概也不大需要撤 因為一般來說會使用光弓的話 應該都是已經240級技能全開以上 好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修正並不會影響到目前光弓的強勢 第二個無味之風 這個女騎士這個嘲弄的擊退距離 我覺得目前擊退距離就已經蠻不錯了 可是如果說他可以推的更遠的話 是好還是不好 應該是不錯 因為我覺得 像我喜歡用木盾啊 就是 攻擊隊我比較沒有研究 那我後來就是用木盾就是把人家推後面 因為木盾的這個招式 我們看一下木盾 木盾的招式他算是他算是先手第一招 所以他的那個觸發的那個頻率算是比較快 所以你會看到木盾他一直推一直推 第一招盾級 把人家往前推然後會有暈眩 小伏擊退 然後暈眩完之後5秒內會造成 就是 他他會造成的傷害會下降40% 那我們來看一下女騎士喔 女騎士的嘲弄 嘲弄 他是把敵人揮一刀然後敵人會往後退然後在對面前 一定範圍的敵人 就是多多多名敵人然後就是又會造成傷害 還會讓那個對方的那個攻擊力下降 所以是這招看起來是比那個木盾來的實用 那只是我覺得木盾他 他不斷的往前推不斷的往前暈的這個這個施放頻率應該是比女騎士高 那我們來簡單試一下說這個這個這個位置喔 然後明天我們再試試看 那我們就用這王座之塔隨便找一關喔 然後我跟這個RMT大大借一隻這個 女騎士來測 因為我的那個 小號的女騎士只有那個什麼 只有紫色一隻喔 我們來方便速度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位置喔 我們再看一次那個末日 末日大概被推到了骨弓 骨弓的弓箭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說明天改完之後可以看到他被推多了 所以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換一下大樹 注意一下這邊有兩隻骨弓 大樹大概是遮到了這個上面的骨弓的一半 再看一次 揮一下 推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明天我們就可以用這一個 影片的這一段的紀錄來看看說到底 他往後推了多少 OK 好 講到這個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木盾 為什麼木盾 我好像 我有一隻木盾 木盾沒有什麼好測 所以說他就是增加這個往後推的這個擊退距離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蠻雪女王 調整的角色在戰鬥中顯示的大小 不知道是不是跟那個小矮人那個奧斯卡一樣 所以說他應該只是修正一下那個比例吧 使用皮膚後圖繪中的立繪顯示沒有正確更換 使用圖示我的主號是有課金買 因為那個萊卡的皮膚你只能用課金 不像那個之前 蝴蝶你可以用那個那個那個什麼春日活動用30塊就可以買到 立繪 立繪是這個東西嗎 不是很確定喔 好 所以這個也不會影響到英雄平衡度 好 佐拉斯這個自己不會消失 好這個是那個課金這個這個大佬才會有影響 那羅莎琳 在所有隊友均在辦人能使用 就看到他自己站在那個地方掃地吧 就是說隊友已經都死光光了 然後他還是站在那個地方掃地 然後再來是埃隆 修復了技能劍氣影 可能將敵方伊莎貝拉位移到自己背後的問題 可能就是 吸的時候位置跑掉了 伊莎貝拉就是那個王寧的伊莎貝拉 目前看到 還少一個耐辣 優化了這個動畫流暢度 那不知道這個動畫流暢度會不會影響到 奈拉的一些動作的一些 這個這個這個出手的這個速度啊 以及 攻擊的頻率啊或是打斷的動作 這個或許會有一點影響啦 那總之這一次的兇勢我覺得 應該影響不會像上次那麼大 所以說明天就可以知道 這是5月21號下午3點鐘就可以更新了 我們就可以知道 說這個更新的狀況 然後這一次比較期待就是第一個 這個新英雄應該是一個輔助值的英雄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完全全新的這個活動 團隊遠征 目前也是一直在這邊 怎麼講 放這個一點點小道消息 然後讓你們心癢癢 那這一次 這一個活動我覺得在經過了之前的一些 佛系的一些發放啊 然後 一些像是那個美日迷宮啊 然後掛機 掛機那個獎勵加倍啊 然後製作人的一些話 所以我覺得 這一 一連串的這個改版啊 跟這個行動 我覺得這一次活動應該是可以蠻值得期待 因為如果這次推了一個 一個怎麼講 就是不痛不癢啊 然後 這個新手也抱怨老手也抱怨的活動的話 那我就覺得有一些 太可惜了 因為我覺得 目前 以目前這個劍與遠征 他這一連串的這個改版 然後佛系啊 送東西啊 然後又50連抽啊這些的 可以看出這個製作團隊是蠻用心的在這款遊戲 然後想要 繼續去怎麼樣留住玩家 OK 好 那所以說這個1.36版我們就期待明天的更新然後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 然後在最後呢 我實在是不知道這要放在哪邊 所以我就 放在這個最後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看FB的廣告 然後我最近看那一廣告我真的覺得 又讓我覺得很好笑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廣告 其實劍與遠征 他也有用一些跟遊戲不相關的有不相關的廣告 但是我覺得這個系列廣告真的是忍不住就會把他看完 竟然是他 其實我當初受了經驗 FB的廣告真的越來越隨便 好 那個好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其實 其實這個遊戲進去就是你直接 你就是你就是以一個這個 怎麼講 管理這個狀元 然後怎麼樣 你就是一個狀元 然後管理一個呈現的這個 開場進行 所以說不會有這個前面這麼 這麼辛苦的階段 如果說這個遊戲是一開始 一開始可以讓主人公這麼這麼辛苦啊 然後 然後奮發向上復仇啊 然後課金啊 然後 然後報仇啊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開場的話 我反而會 我反而會想玩喔 但是 大部分這樣子遊戲一進去你就已經是一個什麼什麼 憲太爺 然後開始你要 你要治理城鎮啊 然後就直接開始領資源啊 然後一開始就有老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前面這樣子 就是 刻苦的過程我還蠻有興趣的喔 可是 後來玩一玩之後 你進去就是直接就是開場 就開始經營遊戲 所以就 所以就還好 OK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